口蛋争议连环报 高雄市卫生局着手调查 不过台农蛋品董事长图万才 上周五出国后 由台农蛋品负责人图万才的黄姓媳妇 带为约谈 但依旧无法交代蛋品流向 19号图万才返台后 20号声称自己到卫生局报到 一一厘清每颗淡品流向 金属胶带进货销售数量 要防堵过期但四处流窜 不过图万才还是有话要说 再次强调自己问心无愧 另外有业者喊冤 不知道台湾法规 以为只要蛋液在台湾生产 就是台湾制 食药署也说清楚标示规定 食药署将会针对农业部目前 储存五千多万颗预期鸡蛋的 13个仓俗地点完全炒合一遍 避免流入食品链 更要在这周内将全台 50多家蛋液蛋工厂彻底清查 进行传播报导